这美国人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使馆撤退的时候 实在是来不及 很多机密文件全部烧毁 很多阿富汗人留在使馆内的护照 也一起被美国人烧掉了 但是为什么要烧掉这些阿富汗人的护照 美国并没有交代清楚 黄色这部分字体是美国媒体报道的截图 It is unclear why the passports were destroyed 现在还不清楚 为什么这些美国人要销毁这些护照 但是据猜测 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外交官认为 如果这些文件落入阿富汗塔利班的手中 将会对这些文件的拥有人造成威胁 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份将会暴露在阿塔的目光之下 所以呢不如一把火烧掉 那我们可以再分析一下 为什么美国人撤退的时候 要干出这种狗急跳墙的事情 什么人会在美国驻阿富汗使馆里面来申请美国的签证 为什么美国认为这些人有可能遭到阿富汗塔利班的报复 是不是这里面有很多阿富汗政府的高官 以及他们的家属 或者是帮助美国的当地的翻译 这里面的想象空间就比较大了 所以呢美国宁可销毁 也不让他们落入阿塔的手中 但是问题又来了 这些人现在没有护照 他哪都去不了 阿塔现在也不可能给他们补办护照 美国现在在阿富汗的使馆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也不可能给他们补发签证 美国国务院就甩了一句话 也就是中间这个画黄线的这部分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先找个地方猫起来 先别动 等下一步通知 至于什么时候有通知呢 这个就不大清楚了 真是兔死狗烹鸟尽工程 这些以前为美国卖命的阿富汗人 现在连个护照都没有了 美国就是这么对待他的所谓的盟友的 总结一句话 那就是美国优先 盟友靠边 这就是美国优先